關於他最新寫的東西啊政論啊等等 但是呢外爾當時他訪問張大春說 你覺得臉書你既然這麼重度的使用 會不會促使公民參與政治呢 他在2013年前辦的時候說絕對不會 因為臉書做的事情是讓公民按了一個讚 就覺得自己參與 他還是想不出一個讓大家又懶又可以參與的 真正的行動的實現 那這句話其實很好地描述了G01 G01就是一個關鍵 讓大家能夠又懶又可以參與的真正的行動的實現的地方 舉例來說這是如果各位有玩Facebook的話 可能會看過G01的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是讓大家看一個遊戲網頁 然後讓大家看099、0924 然後用人眼辨識之後把它放到上面去 然後呢這個呢是什麼呢 這是監察院的政治限制的紀錄 監察院不允許我們用數位資料下載 然後只能有人進去監察院把它引印帶出來 蓋上浮血液 所以我們就把它引印出來 然後就有朋友把它上傳來然後掃描 然後呢就變成一個大家去玩的這個遊戲 然後我們就會做很漂亮的Logo 你今天監察院了沒有 我們把每一格政治獻金切成一小塊要編識 那個叫做豆腐 所以說自己的政府自己交自己的豆腐自己燒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從監察院帶出來第一批文件 一共兩千多份 裡面大概三十萬體政治獻金 大概有九千七百元參與 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每一格都有至少三個人看過 然後編識之後確定是沒有問題的 就把它數位換了 那這樣子一個行動 它其實就是在我們這個空間叫做Hexat上面 就是一個大家一起共同的編輯的文件 一開始有人提案說 我這邊有下載一些資料啊 要不要來做呢 然後呢就有一位國寶級的白母 叫做馮光遠 他就提了一個概念說 我們希望立法院幫忙修法 讓政治獻金能夠更公開 但是呢北風跟太陽是要互相做的 所以在我們一邊第一修法的時候 我們一面就自己去連印了 然後自己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他就是提了這樣一個主意 然後就有朋友想印 就說那這邊有個好柴 柴是什麼就是資料的意思 因為它一開始下來的時候呢 是要走進這個門裡面 列印出來的資料 那當然在距離面我們有一個做法 就是剛剛說的這個 一個人砍樹叫法術 但是很多人一起砍就都分身法術 分身法術 什麼意思 就是你可以很多人把資料切成很細 然後讓大家分頭來進行 所以呢柳玲這個就是很想破關 因為你只要看那個數字一直減少 大家就會覺得說 一定要熬夜去把它破掉這樣子 所以就一大堆鄉民就 就都來了這樣子 然後就 他們就發展了一整套就是說 現在又有新的資料 資料包了 五都選舉資料包 什麼資料包上限 大家趕快來 來辨識這樣子 那這樣子一個專案有什麼應用呢 之前在投票的時候 各位也許有聽說過 我們的距離裡有另外一個專案 叫做投票指南 在投票指南上面 你可以看到 我沒有針對特定委員的意思 就是通常抓到他的圖 就是他的證件件收入 他的用在哪裡 他的投票記錄 他的法條修正案 他的附帶體案 然後我們 對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所有縣市的市會 這也是各縣市的朋友們 自己去拿來 證件是什麼 完成了哪些 沒有完成哪些 所以這是從我們一開始 一些做自由軟體的人 跟一些做自媒體 新媒體的人 跟一些社員團體的人 大家願意在某一個空間 遵守某些規則 一起合作 這個就是民事政府 那目前我們在斯坦 有不少人 這些數字都已經很久了 其實一直在指數型成長 然後像我們現在 共比貢獻者 應該破4000了吧 這些都是很久的 那之前那個就是高嘉良 高成長他去跟這個 My Society在英國 做一樣的事情的人 他們討論的時候 就說他們沒有見過規模 大到這個程度的 開放政府的開源社群 這樣子 那這一切的開始是因為 2012年10月 有過一個叫做 石家登錄的一個案件 那當時呢 政府拍了這樣子 一支廣告 剛好跟這個案件同時出現 這個叫做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大致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的資料非常難了解 所以我們一般人不用想要了解 那做就對了 連結學員還記得這個廣告 好 那這個廣告的效應是什麼呢 是他在24小時之內 被那個YouTube的使用者 舉報為詐騙的帳號 然後呢 大概一天之內 這個新建議的帳號 就在YouTube下架了 因為他被檢舉成詐騙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樣子沒有什麼幫助 好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的同時 雅虎辦了一個hackerson 那我待會兒會解釋什麼是hackerson 那就有四位比較會建設 比較不是想破壞的hacker 比較有創意的工作者們 想說 那我們 針對這種廣告 應該解決的方式 不是去把它 舉報成詐騙網站 這個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而是說證明說 我們一般的市民 能夠了解政府在做什麼 那方式就是透過資訊 視覺化跟資料視覺化的方式 這是他們的第一個作品 就是中央政府總預算的視覺化 你可以看到說 哪些預算正在被刪除 哪些正在被增加 哪些是新顛列的預算 每一年等等等等 就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那他們在這個hackerson 贏了Yahoo的一筆獎金 然後五萬塊吧 然後他們就拿這個當作搶遞的費用 辦了第0次動員攀亂hackerson 那什麼是hackerson呢 hackerson是hackerson的馬拉松 hackerson就是很有創造力的方式 來解決問題的人 那什麼是松呢 松基本上就是你有一個地方 他比方說我們在中研院諮詢所 然後訂了一堆pizza跟咖啡 跟有時候會有雞排 還有這個餐具 然後呢大家來的時候 像之前那個hackerson來的時候 就要自己挑貼紙 說我是第一次來的 這樣子是美花路 然後或是我來很久的 我願意幫忙這樣子 這個小天使小主人的概念 然後接下來就有各種的特長 就是我是法律工作者 設計師或是之類之類 那每個人把這些貼紙貼在肩膀上面 就可以互相發現 然後這樣子每個人 有概念的人上去三分鐘說 我今天想要做什麼東西 像說作弊台灣 或者做任何別的東西 然後就去說 那現在這件事情 需要哪些專長的人 他們就好像玩大風吹一樣 會拘到這些有提案的人身邊來 那如果這個美花路 第一次不知道要去哪裡的話呢 就會有這個大師去幫他說 我覺得你應該比較適合去做什麼專案 所以是三分鐘提案 組隊工作 到了下午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個雛形出來 也就是說會有幾度 然後就上台去報告 所以是在一個一整天之內 就可以做出非常多事情 那每一場在眾議院的話 大概是120人到最多300人都有過 所以是還算蠻大的一個空間 所以G01剛剛其實呼應了 就是剛剛寶博士說的 就是我們就是把人團結起來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團結起來靠的是什麼呢 靠的是每固定 兩個月舉行的一次大松 就是一百多人的 然後每個禮拜 甚至現在每個週末 都有30人到50人左右的小松 所以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找得到同號 然後呢以及專案 那專案再去領域叫做坑 所以就是提這個專案的人 就是挖一個坑 然後旁邊的人要幫忙 就是跳一個坑 推薦別人來幫忙 就是把它推坑 講完了 這就是所有的G01的術語 所以G01就是一個透過專案 來聯繫大家的凝聚 凝聚的感受 然後又透過定期的聚會 來發現新的專案的這樣子一種方式 所以真的要講它是一個空間 是一個space 它不是一個組織 也不是任何的團體 也沒有加入不加入 一出現的就是在這點裡面 那所以一開始就是會有 辦那個黑客聰的人會號召說 我們這次想要做什麼題目 可能跟時事有關係 接下來就是大家在有興趣的主題 下面供給簽名 然後呢做完之後呢 大家會到線上的討論室裡面 去延續這個討論 那為什麼大家可以合作呢 尤其是為什麼一開始大家 想想不一樣的陌生人可以合作呢 是因為大家都同意一個法律討論 叫做開放緣嘛 Open Source Open Source的意思就是 我不管做到哪一步 我都不反對任何人 拿我現在做到這一步的成果下去繼續動 那這是最基本的 接下來就是我們所有的討論都是公開的 然後呢 我們所有的協作都是在共筆的 共筆區 然後還有一個城市人專用的Facebook 叫做P-Hub 那現在呢法律與文字工作者呢 也都上去用了 那所有這些有什麼好處呢 這些不是好處 這些好處是可以避免私下討論的壞處 因為我們每次私下討論 你沒有記錄 沒有公開 沒有網址 沒有上網 你下一次新的陌生欄 你要再講一遍 你要再講一遍 而有這些體質的話 我們不管做到哪裡 就算人都散光了 接下來有興趣的人 他可以再接下來繼續做下去 那所以我們在開源社群 我做開源文化大概也 對 快二十年了 我們有兩句這個基本的想法 就是不要怕丟臉 Lulis Early Rulis Alton 跟Petris Welcome 歡迎大家去看哪裡做得不好 歡迎提出改進 舉例來說 一開始那個 他們在辦地零次黑客送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沒有實體參加 我是在虛擬參加 然後呢 他們就畫了一個很不怎麼樣的logo 事實上超醜的 然後大家都覺得是超醜的 可是呢 就不怕丟臉 就怕丟上去 那在地零次黑客送的時候 就有一位設計師他看到這個 就渾身不對勁 他沒有辦法忍受說有長得這麼醜的logo 他就畫一個比較漂亮 然後又有別的設計師拿去改作 之類之類 所以這個logo如果不是一開始 大家不怕丟臉 放一個很 出街的方式出來的話 就沒有後來這個還滿漂亮的 這樣子一個logo的概念 那而且另外的公開透明的好處 就是說後面要臨時政府的官網 是每個人都可以上來編輯的 那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Epa是編輯最多的 然後CO高 然後等等等等 但是又有更多更多人 他的貢獻可能沒有那麼多 可是他可能只是修了一個措子 或者做了一小件事情這樣子 那我們每一個專案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運行 那經過24個月的努力 我們有做一些 好像有上過新聞的東西 這個是把全部的急診的即時看板 就是各大醫院的那個推廠 然後等待數等等等等 用一個即時行股票看板的方式 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 就可以知道說各大醫院到底有多忙 然後救護者拜託不要送大醫院 送到附近的就好了 然後這是一個實踐地圖 是高雄氣爆的時候 那時候在標 實際上受到影響的範圍 也有人在網路上看到這個 趕快打電話回去 給他媽媽說 現在快跑 因為已經蔓延到那邊去了 然後之後有貼上管線的地圖 那這是臨時政府的 就是國會大載制 這個很有趣 因為臨時政府一開始 我們註冊這個 網譽名稱叫G01.tw 的目的就是因為像立法院 他的網址是ly.glv.tw 那你把那個歐改成零 你就掉進了零 是政府的立法院 所以就是ly.glv.tw 那上面呢 其實資料完全跟ly.gov.tw 是一樣的 因為直接是從政府的網站來的 但是我們用視覺化的方式 變得很清楚說 每一個法案它現在進度到哪裡 是誰提的 甚至它實際改額拿幾個字 能夠在網站上面很清楚的看到 然後有網址 然後可以分享 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各大 這個氣象播報的台下 好像都會用的一個 就是PM2.5跟PM2的通物圖 然後當然還有更含違筆計畫 這個大家會說 但是總之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不可能把每一個成型的專案都講完 而事實上還有更多更多更多的專案 所以今天只能講 就是我自己有實際參加的一個 而且還得講的比較快一點 好 那這是我們實際 跟教育部合作的一個開場資料案 一開始是我朋友葉平 他也是 他本來是在泰達 然後後來進了台灣Google 然後後來就去美國Google 他就搬到西谷去了 然後他發現說 他想要教他小孩中文 那我們自己像我自己1994年 剛開始在網路上學中文的時候 都是用教育部重言國語詞的 那那時候 一開始是Google介面 然後後來就有網頁介面 可是現在他發現他小孩 沒有辦法用我 因為他們都是用手機跟iPad 然後那個網站 如果各位有試著在iPhone上面打開的話 那是不能看的 那然後 因為他就是一直沒有再去整理 或再去修正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有一個辦法把它釋放出來 讓民間去試著 把它做成更適合現在的小孩 尤其是他如果在西谷 他要教小孩中文的話 這對他是一個很迫切的需求 那所以我們 我當時就幫忙取了一個名字 就是說那既然是教育部來的嘛 我們就把它叫做Moyedict 代替代替 那Moyed剛好在日文是很可愛的意思 很萌的意思 那這本詞典 各位可能有聽過 它是1945年就開始編的 到現在已經16萬筆次條 最新一次修正版是 李堅老師帶著大家編的 它的歷史用法非常的豐富 可以說是所有的整體中文的權威 每個定義的參考都沒有問題 那一本詞的 那但是1996年之後 它的網頁就沒有更新了 然後因此詞條沒有連結 你靠那個網址 你沒有辦法分享到LINE 或者Facebook 喊用字這個 當時第一個無碼沒有辦法顯示 所以它只能用圖片顯示 像生態的這個牌 這個牌還好 三個龍那個字 你不知道 它是在顯示什麼 因為它只有24乘24 就是虎成一團這樣子 然後不支援手機跟平板電腦 而且如果你去看原始碼 它就說本系統去使用 IE5或Nescape 4.7以上版本的瀏覽器 那這個以上沒有意義 因為4.7以後就沒有了 這是一個很古老的很古老的網站 對 然後當然更奇怪就是說 我如果大概半小時不操作的話 它會跳出一個說 您閒置超過30分鐘系統 你自動登出 可是我沒有登入過啊 就是一個不需要登入 可是貓咪其妙會把我登出的網站 所以就說96年那個時候 資訊技術跟現在的資訊技術 是完全兩個世界的東西 那它的資料 它內容非常非常的棒 可是它被困在這樣子的一種東西裡面 那所以說 Tim Brasley 那就是不怕會推開到資料嘛 都是用同一個想法 就是說最一開始是開放授權 希望民間可以來使用 接下來呢 就是如果你不是用網頁 而是用Excel這樣子人類 就是大家就比較容易去看 然後接下來如果你的Excel是用 好像Office2007以後的存 這樣子我們用OpenOffice就打得開 如果是用舊版的Excel的話 我們用別的程式很難打開 然後最後呢 就是要有一個固定的網址 那個網址不要換 然後最後最好的 就是說裡面的每個字 都可以互相連結 那用這個標準來看 教育部成片過於此點 一最新也沒有 因為它一開始就是說 要使用的話 你要填一個申請單 然後還是用光碟的方式擠過來 所以都完全不能說是開放授權 就是完全在最上面這個位置 好 那所以葉平就說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 把它的新的程度增加 所以一樣它就在共筆上面 挖了一個坑說 我們現在需要哪些事情 然後就一大堆人跳坑 那它是1月26號提的 27號ToniQ跟M1O2 就首先拿了2000多頁的成語 然後我拿了郭宇慈典的前3000頁 然後呢 葉平 我們就去睡了 然後葉平在西谷就醒來了 然後他就設計了那個資料集的格式 然後他就去睡了 然後那個最後人醒來 把它改成seql資料庫的格式 然後最後呢 Casey吳光哲 就是也是 當時做那個實價登錄網站的 四個人之一 就把網頁寫了一支程式 全部轉成結構化資料 所以整個結構化資料的工作 是在24小時之內 在一次在各頌裡面完成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一大堆16x16的那個字圖啊 就是剛剛的那些什麼 太啊 三個龍啊 什麼之類之類的 我根本不知道它的unicode 就是現在萬國馬的字馬是什麼 所以我就看一個試算表 然後請大家用群眾協力的方法上來填 然後呢不到24小時 就有大概100多個人來填 然後好 這些我一個字都不會黏 這些字的字馬就被找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才會真正有一個 可以能夠剪下貼上的一個詞點 因為它用的是電腦裡面的交換字馬 而不是圖形 所以這個就是G0B並做的方式 就我們大概有一個想法 我們要讓小孩在手持裝置上面 學中文更容易就是這樣 那其實粗略公式 然後run in code 就是說大家順著這個共識 不用取得誰的同意 大家就寫 就就往往前做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我們把開放資料整合出來之後 那是27號嘛 28號就有人嫁了網站 然後接下來過了一個禮拜 就有瀏覽器的延伸套進 把它交到編輯器 你可以查定義 因為整個道輸入法裡面 原片 桌面程式 原片 麥克系統的詞點 然後接下來所有這些app 都跑出來了 這些都在兩個禮拜之內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你的源頭 那個結構化一做好 所有的應用就會瞬間冒出來 因為每一個人 都想要自己的小孩 有很好的用詞點 那到現在 我run的就是moetic.tw 這些好像都是好舊的數字 一個月大概500萬元元次吧 然後在那個app store上面 也大概都是十幾二十萬 那平均價值都還滿高的 所以就有很多人用到了 當年以及現在教育部持續 維護的這些開放的那種資料 當然大家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可是教育部一開始就說版權所有 會得一下怎麼 你們到底在幹嘛 對 那 我就是說 其實因為著作選法50條 本來就是說你合理範圍之內 你可以重置公派博松 或者公派傳輸 那現在的問題 其實合理範圍是什麼而已 那現在著作選法在修正的時候 好像有要考慮把這個拿掉 就是無論如何都可以 但在當年的法律環境裡面 我們要主張的那個合理範圍 要嘛是一小部分 我們也許可以用來加值 要嘛是多一點部分 這樣子用來賣就乖乖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的是全部 我們用的是全部 我們這邊相應的 我們要怎麼說 我們是合理的應用呢 我們拋棄著作權 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所有在這個字典裡面 資料及整理的工作 KC5用CC0 就是一個public domain的一個概念 說如果我有編輯著作權 我全部放棄 同樣的我剛剛寫的那些網站 那些app 那些程式嘛 以及那些對字馬的糾正 我全部放棄 那在這個情況下 教育部就不可能主張我們侵權 因為我們只是在做格式轉換的工作 OK 所以這是我們用了一個 法令的一個framework 那接下來就是教育部就 當然有很多網站嘛 我們就用同樣的主張 把筆順 把發音 把這些東西都整合進來 那接下來我們跟教育部的討論 就是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用一下比較好的框架 就是說不是我們單純說合理使用 你們單純說你不告我們 這樣就好 我們可不可以約定某種方式 讓你們正式的每個月 提供資料來整合接來 那也非常感謝就是說國教育院那時候開組之後 他們很願意把明南語跟客語辭典 用ByND 就是說要說這是教育部做的 並且不能夠對裡面定義進行改動的這個方式 把它釋出 所以現在某年就有明南語跟客語 那接下來不一定是官方單位啊 也有半官方單位啊 像中華文化總會 那他們跟就是李鑫老師跟對岸 也編了一個兩岸瓷聯嘛 然後有減反轉換這些東西 那他們又多加一個 就是說你不能拿去賣 那我也無所謂啊 我本來就沒有拿去賣啊 所以他就也是用這個CC的框架 創用CC的框架把它釋出給我們使用 那當然本來在網路上就已經有英文法文跟德文的對照 那它也是CC框架 這個的意思是說我如果使用而有改動的話 我的改動必須要放出來讓其他人都可以使用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其實是遠在法國的 一位叫做Ager 他其實是法國人的學一個台語名字 他非常喜歡台語 然後所以他就把英文法文跟德文的對照自己又加上來 他同樣是用創用CC的方式 所以就是創用CC裡面說你要標明來源 不得改作用同樣方式分享 或者不得盈利 你在釋處資料的時候是可以去挑選的 就是說你覺得這份資料是字典 所以不要改比較好 或是改了也可以或之類 那這整個框架就是G0V在跟內容提供者合作的時候的法律框架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去跟教育部討論 然後他們就說好我們同意這是合理使用 你只要保持規範性 所以他平常說他一開始給的是注音符號跟漢語平音 你不要一開始進去變成通用平音 這樣子就是保持規範性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是覺得適合你使用 大家才能夠提出協作 舉例來說 Moletic.tw斜線資料就會直接跳到資料定義 你不用特別去寄網址 你也不用做什麼 你只要打這個網站 斜線你順便要查什麼字 你就直接到那個網址 這個就叫做Permalink 是固定的不會移動的網址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開放資料 可以從四星到五星 因為你把滑鼠移到材料兩個字上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材料這個字的定義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不需要一個一個點進去 去交互的看到裡面的注釋 裡面的處處 所有這些東西 你可以用交互連結資料方式做完 這是第一步叫做固定連結 那第二步叫做分享 舉例來說Moletic.tw斜線開放資料工作法 這當然不是一個詞點裡面的詞 可是呢我還是可以定義說 它可以被畫成一個很漂亮的九宮格的圖 那這樣每個人只要在Facebook上面想要 舉什麼標語啊什麼之類的 它就直接打Moletic.tw斜線 我今天心情真好 然後就會用九宮格的台書 把它變成一個我今天心情正好的圖 那這個叫做Fyro 就是說它就有傳染力 因為大家在Facebook上看到覺得很酷 然後我快來試一下 而且呢我們不只全字庫的台書 跟逢甲的標傳 我們還有四元黑鐵還有各種各樣子的字型 它可以換各種自由的字型 所以它要就是很撰文的開放資料工作法 那有了這些基礎 有了一堆人上萬人甚至十萬人 整天在這邊分享蒙眼的字圖 我們才能夠到第三步 就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有事情要做的時候 能夠請這一萬人這十萬人上來幫忙做 舉例來說 在當時就是教育部有發起一個字典 很濁木鳥的一個活動 希望大家來挑從面貴詞臉裡面的桌子 那我們就在想說 有哪些狀況是我們可以切成群眾協力的呢 後來我們就想到一個主意 就是說它裡面會引不同的這個原點嘛 好比像說像標倫跟民邑裡面 都引了同樣的張景琦 而且他在台灣 假如戰爭的時候他跑掉了 的時候寫了一個詞 他說回憶民敵飛空 標倫竹浪脫顯真其訣 但是這個在這兩個裡面都有引用 可是其中有一個被寫成了脫臉真其訣 但是我們一般在看字典的時候 看就不看過去了 根本不可能發現 但是電腦可以啊 我們透過這已經不是大數據 小數據的運算 就可以去算說 哪些詞條裡面引了相同的書證 而裡面只差一個字 這幾乎一定就是錯字嘛 對 或者一體字 就是這兩個是最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請網友上來說 比如說你按這個可以Google 這兩個的出現筆數 也許它是一體字 你就按哪個都對 或你按無法判斷 然後瞬間就有非常多人上來 因為他們勉強就在沒有朋友 來share來參加 那因為他還可以說 我這樣子選的理由 所以他又變成類似一個 討論區或留言板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全部整理出來 變成一個很大的Excel檔 然後送回去給國教員 然後讓他們作為此點修正的參考 然後平常有人留言說 我們可以看到五個人都覺得是脫閑 沒有人覺得是脫臉 而且有一個留言說 把臉脫下來是起絕了 可惜央人拍過這部電影 已經沒有心理了 那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就是18天之內 幾千個人參與修訂 這樣子 那當然還有大家回問說 那原住民詞點呢 那其實原住民本來是沒有原語的詞點 只有一個漢語的詞條的文化大詞點 但是後來呢 最近有上次人就是足以身上詞點 然後有足以拼音 那所以就有人問說 好啊那原住民要不要也整合進去 然後我們就說 那好啊你就寫信去問一下原民 就是原民會嘛 但是好像還沒有回信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還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就是說在這邊其實都是一些族語 可是台灣最大的 最多人 actively使用的方法 其實是沒有收在裡面的 就是阿美語 那阿美語其實本來民間就已經有兩本了 就是簡明詞點 跟阿美語往英語 跟往中文的方面的詞點 那所以呢 我們就去調說 哪些有電子檔 然後就發現說 兩本都沒有電子檔 然後呢 那怎麼辦呢 有掃描檔 那好吧 我們就把它掃描進來看一下 所以在8月的 第10次資料科學黑客松裡面 就Miosky就是一位網友 他提供了有完整開放授權的 直等的掃描檔 接下來有位工程師 把它切成一萬四千列 接下來有人初步做機器文字辨識之後 又有一位族人 就是阿美族人Lafin 去幫忙把書寫系統 因為那是以前編的一本詞點 跟現在不完全要做的校對 最後也是一樣在24小時之內 大家建置了一個鄉民的OCR的一個平台 所以一樣大家上來看這樣子一列 試著把它打成 AKA DON'T NEGATIVE COMMENT 不要不准否定念力 然後我們還有寫教學說 這樣是空的不要打 之類之類 好 那同樣的一樣的介面 然後呢 就這個網友就爭相走告這樣子 然後之類之類之類 然後同樣的53小時 所有的一整本這麼厚的安眠與詞典 全部數位化 而且就上線了 這樣 所以這是跟政府平常做事情的方法 那最後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間嘛 所以來講一下跟政治比較有關的事情 那 對 這是那一天 這個 中秋那一天的 大家舉手機比例的十字 那天我沒有在現場 那天我在虛擬世界 因為他們1985 今天也有朋友來幫忙錄影 對 對 那 謝寶寶的朋友 他們 有共筆在一個Google Doc上 叫做第一次 什麼 辦公民運動就上手 怎麼申請物權 怎麼做糾察隊 怎麼樣提供飲食 怎麼樣做攤子 所以這些東西 是用開放的 CC授權 在一個 大家都看到的 虛擬世界的空間裡面 公布出來 所以所有的想要做這麼大的活動的人 都去看那份文件 並且提供意見 也許我們可以直播啊 對不對 也許 調查隊應該長什麼樣子 應該要醫療通道啊 之類之類 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在上面做討論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1985 他們後來提出來一個概念 叫做去診之後 就是說把去參加公共食物變成一件 然後玩的事情 那這個我在維也納 在去年10月的時候給過一場 叫做 Dizona Bu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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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我們後來這些共比技術 都是基於當年MediaViki的這個技術出來的 那MediaViki維基版科的樂隊就是相約會 那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不要以為說這個台灣的相約會運動 是最近發生的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發生的 那是一個虛擬世界大家共比的習慣 然後我就跟大家解釋 因為剛好在我去維也納演講 前一個禮拜我在Ducidolf在德國 參加了Core for HK 他們佔領中環的 他們叫做雨傘運動 那所以我們就幫忙他們架了這樣子一個 包含直播頻道的占領地圖 最新消息跟物資請求的網站 然後大家在上面共比 所有相關的連結 都可以貼到一個視算表去 在左邊就可以出現 然後在這邊有各種不同的人 把已確認消息跟謠言分開 然後就是各種各樣可靠的新聞 跟不可靠的新聞在這邊共比 那這整個目的 這個現在沒有時間把它詳細的講 就是說就好像是你透過我在Ducidolf 我在德國 我去看香港 我去看他們所提供的 大概十幾個不同的角度的camera 我看每一個人 自己verify過的第一手的經驗 我好像是在參與 在種一個花園 在一個花園 這樣子一個感覺 而這樣子一個感覺 就是讓我在千里之外 想要看到這個東西 它不要造成傷害 或者是說它不要起太激烈的衝突 或者是說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 我關心它 也就是說有這樣子一種直接的 我們叫做epistematic goodness 認識論上的直接性連結的時候 一個人才可以關心千里之外的其他人 這就是我做過的一個簡報 其實三月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今天就 因為時間關係就不特別講 但是同樣的一批人 後來就去把它用去正式化概念 做成他們叫全台灣本年度最大 Online to Offline實境遊戲 那這樣子一個東西是什麼呢 是這樣子的 我們有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上面大家可以去選說 你附近的投開票所是哪裡 他們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是缺椅子、缺水、缺白板、缺帳篷 還是缺人紀錄 然後每個人可以自己上去登記說 我願意提供什麼東西 然後誰就越多人願意提供 在地圖上那一個城堡就越長越大 然後大家就會知道說哪個地方缺人 哪個地方不缺人 你地方缺物資 哪個地方不缺物資等等 把它完全用一個 線上遊戲的概念去做 那當然在這個特定的計劃 他們是要收連署書嘛 然後後來也收到的嘛 那但是這個東西 不管是你救災72小時 還是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在短時間內動員大量的人 到不特定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這個品牌是 GinneyB在129 特別特別有趣的一個專案 那所以這是實際的畫面吧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你附近這樣子 目前已經有人出了什麼 你還可以出什麼 這樣子 物資就不會重疊 那所以實際上 他們就是在這邊 從虛擬世界 到了實體世界去合作 那初次之外當然還有一些 別的嘛 像監票者聯盟 他們寫了一個APP 然後能夠去看 實際開票的狀況 然後同樣的這個 雲端的科P那邊 他們也用一個簡訊格式 讓就是監票員實際他去傳 士林第幾開票所 K級票 L級票 他們就實際透過一個雲端系統 然後即時協作 然後這個比 不管中選會也好 還是哪一個媒體也好 都快 而且都準確 這樣子 那所以翻轉過來 同一套技術 我們希望把它能夠用來做 逼台灣討論 然後希望能夠建立 比較長期的對話 然後希望 不管任何行政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早一個月左右吧 在線上先提出討論 然後討論裡面 特別有建設性意義的人 我們希望能夠邀集起來 然後跟行政院這邊的朋友 能夠實體見面 或者用虛擬的方式見面 討論一下說實際上執行上 最後會講出什麼樣子 然後在大家 線上去嘉義討論的時候 把它頒布 頒布的時候大家就會習慣了 那這樣子 如果要不用送立法院 當然就不用送立法院 要的話 立法院也不能說他會沒有看過 因為非常多立法院的助理 也在決定裡面會 這樣子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說 夢廷為什麼去夢這個字 是因為夢這個字 除了很可愛之外 他還是一開始 剛剛開始的 他是開端或徵兆 然後他是人民 這樣子 那我們很希望說 像蒙典這樣子的案例 能夠多多的跟政府 大家互相合作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感謝唐鳳講座 精彩的演說 請各位再次以歌列掌聲 感謝唐鳳講座 請那些愛看 有發表的 請先給黃色的花 & 30 然後交給配場內的工作同僚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橘色的一間調插標 那停完的話 麻煩請投到我們千道處的 那個混権和胸箱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記得掌聲